哈囉大家好,189 前幾天啊,我去警局告了一個長期騷擾我 還有我的員工,甚至我的家人朋友們 長達3年,從2021年開始的一個人 還沒看過這條影片呢,可以去複習一下 那自從我上了這個影片之後啊 他就沒有再騷擾過,打電話也好啊 或是寄信也好 但是昨天晚上啊,我接到了一通電話 那個電話是他爸爸打給我的 結果不出我所料 他的孩子啊,有身心方面的問題 不用當兵,因為精神方面的問題 長達10年左右,沒有工作過 沒有收入,整天關在家裡 在網路上,跟我前面推測的一樣 整天守在電腦前面,看著我的影片罵我 他爸爸也說他也不能理解 為什麼他想要被中國統治 高中異業之後,就一直在家裡 然後也常常對父母大小聲摔東西 惡言相向,到現在也是如此 那他爸爸打給我的原因啊 是因為他兒子用的電話門號啊 是他爸爸的名字 所以到時候警察追蹤什麼 都會找到他爸 那他爸就會變成被告 然後呢,希望我去警局 把這些東西都改成他兒子 他也會親自帶他的兒子到警局說明 然後呢,希望看能不能和解 唉 那不知道,聽到這個事情之後 大家心裡是怎麼想的 當然啦,如果這個情況屬實 他真的是有這個手冊 我相信 最受傷、最痛苦的、最掙扎的 一定是他的父母親 一定是他的家人 但是啊 他爸爸也說,如果我要告的話 那我也去告,沒有關係 他兒子這10年啊 也在網路上跟人家起爭執 也是他爸爸賠錢了事 沒有到告這個刑事方面的問題 那這次如果真的要告他兒子刑事 讓他兒子受一點制裁的話 那他也無話可說 畢竟他爸爸也親口跟我說了 我已經給他這麼多次機會 3年 然後呢,我在正式要去警察局告他錢啊 我還給了他兩個月的緩衝 但是啊,他還是持續在騷擾我 他還是持續說我不怕你告 他持續在說 就算警察抓到我 頂多是告解我 他在做這個騷擾他人 辱罵他人 攻擊他人的時候 很明顯的知道他在做錯的行為 而法律 拿他沒有辦法 如果是這樣的心態的話 身心障礙 可不可以成為他的免死金牌 或是減刑的要件 我不知道 因為聽他爸爸來說我好像不是第一個被他騷擾的人了 是不是可以強制救運或是怎麼樣 那當然啊 我目前是告他刑事的部分 民事的這些賠償啊 我還沒去告他 那我也跟他爸爸說啊 清明節之後啊 你看約哪一天帶你兒子來 台北跟我談一下 是要怎麼回事 我在決定要不要告你民事 這三年來的民事我相信 數字不少 但是他又沒工作 最後賠的是不是又是他老爸呢 又是不是又是他家人呢 不告好像要對不起我這三年的精神傷害 還有我周邊的員工那些 還有朋友 甚至啊 他常常調侃我女朋友 說什麼 差一次多少錢啊 什麼諸如此類的 也說我是死山地人 他爸爸跟我說 他這十年 基本沒出過門 不會搭公車 不會搭火車 地鐵 捷運 通通不會搭 他也非常害怕出門 他很恐懼 但是在網路上的他 是那種 性格很剛烈 跟人家硬剛到底 騷擾你到底 但是 實際的他呢 連出門都不敢 不知道各位網友 如果你面臨這種情況 騷擾你的這個人 他是這樣 當然我目前是保持一個相信的態度啊 當然具體 還是要等他 父親 帶他兒子來 我們協商 然後看那個手冊 諸如此類 看是不是真的有問題 我們要怎麼處理 是要比照一般人的那樣處理 還是說 稍微有點 你也知道人都有 側隱之心嘛 都有同情心嘛 不是這種 死而不赦 他畢竟也不是殺父之仇嘛 但是你不給他一點教訓 好像也說不過去 所以我在思考 人是不是有時候 不要這麼的良善 因為良善痛苦了 好像又變成我自己 明明是他在騷擾我 結果呢 我接到他爸的電話之後 變成我 我的內心在做困獸之鬥 我要把他告到多慘 我要給他什麼樣的教訓 還是我乾脆不要告他了 變成是我要掙扎了 但是啊 良心這種東西 同情這種東西 不是說丟就丟的啊 我認為他是 一個人與生俱來的 上天賦予你的一種東西 很難說 沒有就沒有 那當然啊 經過這麼多事情 也長了這麼大 有時候理性跟感性中間 還是要取一個平衡點 我覺得這次行事啊 告到底 從中 不要讓他再出來 去害到下一個人 我是一個反共網紅 我認為我的忍耐力已經很高了 天天打電話騷擾 寄信 Gmail IG FB LINE 各種 你想得到的社交媒體 全部給你 天天註冊不同的帳號 騷擾你一遍 半夜 打一堆的騷擾電話 因為畢竟我要出來反共 所以我的抗壓性 一定是比別人強一些的 但如果換作是正常的人 不是網紅的這些人 他去騷擾他們的 當然我的粉絲也被他騷擾 所以啊 歡迎各位網友在下面留言分享一下 當然影片的最後還是要說啊 如果你確實有身心障礙的話 那我很遺憾 那這樣我真的很遺憾 因為這個不是你自己可以選擇的 但事實上 你的這些種種行為 證明了 你在知道的情況下 制法犯法 所以我希望 可以有更多的台灣人探討一下 當我們面臨到這個情況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法理情 去做到一個 融會貫通 好啦 那後續還有什麼更新的消息 會再跟大家講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了 喜歡記得訂閱我 晚一點還有一次 我是八九 掰